今天的0到400公尺加速測試不是重點 反正結果怎樣 你們也知道 不過今天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的鑰匙圈在蝦皮上將開賣囉 這次的商品內容物有一個鑰匙圈跟四張板貼 整個售價220元 含運費 你沒聽錯 就是含運費 希望大家都喜歡 好啦 就這樣子 我們繼續開始吧 每一次每一家車廠出一台新車 一定都有人會討論 它的加速性到底好不好啊 那當然也有人會去注重 它的操控性 它的騎乘到底感覺如何 我想這些所有的問題一定都有很多人會去好奇 特別是加速性 今天這台KRV造成蠻多一些熱門的話題 很多人都一直想要知道它的加速性到底是如何 所以呢 我們今天也來和大家分享 這台KRV它0到400的加速性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就和大家分享吧 我們在測加速性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挑一個很空寬的地方 你可以看我特別挑一條 很長的一條 但是在測之前 我要跟各位講 任何所有的車子在測這個加速性的時候 會依據現在的狀況 怎樣的狀況 車手的重量有多重 然後你現在的胎壓是多少 再來就是你所使用的機油是什麼樣的等級 等等之類 因為這些都是會影響到你0到400的直線加速的結果 那不管怎樣 你全部都可以去參考 然後呢 順便跟各位講 車手也是一個影響很大的 那目前Vico我本人 體重是77公斤 身高的話是171 但是呢 我腿很短 我真的要先講一下 很多人都說KRV很適合那種 就是個子矮的人這樣子騎啊 然後有些人都分享說 我170公分 我腳可以完全貼地 可是我這邊要跟各位講 不是每一個170公分你腳都可以貼地 重點是 你要看你的腿到底長不長 我雖然身高也不算矮 但是呢 我的腿 我騎KRV喔 我都要墊腳尖 很奇怪 好啦 題外話啦 我們等一下會來測這台KRV 它的加速性 0到400有什麼樣的狀況 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就開始測吧 它速度大概跑到110啊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 我們剛剛已經測試完了 然後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看到結果 我剛剛跑到400公尺的時候 我儀表的末數大概差不多是落在110公里 然後GPS這邊顯示的話是97.30 來 我們這邊翻個數據給大家看 你各位可以發現到 它0到200公尺的秒數是12.20 好像差不多 跟其他的一些YouTuber比較起來 好像都差不多是落在這個數值 然後到400公尺的時候 它必須要花的時間是19.94 這邊我跟各位講一下 實際騎起來的那種感覺 起步其實就像我之前影片所講的 比較稍微弱一點 但是出去後 它就是一路順上去 可是100過後開始 就有點稍微拖 不過在整體的操控性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的優異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以不改裝 純粹是以原廠來講的話 這台KRV 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會非常多非常多的樂趣 因為它的操控性真的很好 你可以想像一下 像這樣子的體積的車子 一般來講會讓你感覺很笨重 可是實際騎起來的感覺 你真的好像在騎一台 大概就是像G510那種比較吧 我們覺得大概可以這樣子說 而且穩定性是還蠻好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 是很想要有 擁有很好的動力來講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買這一台 我只能講一句話 欠改 那至於要改什麼呢 很簡單 第一個 如果有在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 就是要改電腦 我第一個一定會先改電腦 可是現在電腦還沒有出來嘛 那該怎麼辦 所以只好改傳動 但是各位都知道 傳動能變化的效益 其實是有限的 銀頂都只是把失去的一些馬力 或者是動力的傳遞效率呢 稍微改善 但是會不會真的讓引擎整個特性完全發揮 沒有辦法 它在尾速的點火角度 應該是退得蠻後面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 電腦出來了 我還是會考慮把它改一改 要不然真的 不太像 這台應該要擁有的一個動力 我覺得應該 它的動力不是只有現在這樣子而已 好啊 那0到400我們測完了 那數據呢 剛剛也秀給大家看了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下去測 你們都可以去參考 希望這些影片 對你們有幫助 OK啊 我們 要繼續趕入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之前有人點名說 想看這台KRV 與我的G5化油改噴射後 0到400公尺的比較 沒問題 附上一張當初改完噴射後的數據 你可以發現到 0到200公尺的秒數 就是1.78 與KRV的是2.20 就少了0.4秒 到400公尺後 也都比KRV快 所以不用到DRG來臉爆KRV啦 我自己的G5就可以了 但 也可以知道 KRV真的電腦解除後 好玩的事情就發生了 最後跟各位講 玩車要理性一點 要開心一點 如果你真的要快 你就去問黑鬼咚吧 哼 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好啦 就這樣子 各位 掰掰 來走一走 學校 大門變得很漂亮了 大學的生活 很多才多姿啊 真的很久沒回來 學校變很多了 進來走走一下 最好 最好 的 是 那 說 一 兩 都是 感谢观看